前面我们已经把这个有关提录的腾心文章的下载 都已经讲述了一部分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讲述写论文当中 N1的使用方法 以及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那么现在你安装N1之后 它会在你的word里面出现一个工具条或者说是选项卡 那么如果是071或者10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选项卡 如果是03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工具条 就相当于这样的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工具条 那么我们现在来演示 Node Express它在文章当中是如何自动管理文献的 那么现在在这里我列出了一段文字 那么是随机选择的 是为了演示它自动管理的一个功能 那么现在我们要选择文献来插入到这段文字当中 比如说我们现在转到这个Node Express界面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选择 比如说我现在要引用这一篇 第四篇 白画的这一篇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 首先你在N1里面选中这篇文章 然后你进入到Word界面 先找到你要插入文献的位置 那就是我们鼠标这个位置 我选中的这个句号的前面 稍语的后面就插入到这里 那么我们现在点击插入 好你可以看到 它在这里出现了一个1 在这里插入了一条文献 然后呢 我再还想插入第二条 那么你可以进入这里面 再选择一篇 然后在这个位置 再插入一篇 好 现在我们插入了两篇 那么我由于论文协作当中 经常会进行修改 那么我们现在 要在第二条前面 第一条后面插入一篇文献 那我们怎么办呢 传统的方法 它肯定不会自动 把你第二条文献 变成第三条文献 但是N也可以 好 那么现在第二在这里 第一在这里 第二在这里 那么我们在这里 重新插入一条新的文献 好 我们来找一篇 插入到这里 那你会看到 刚才的包子 从二变成了三 那么它都是自动实现的 那么还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现在 由于我插入第三条文献的这句话 我不想要的 我整体把它删掉 好 那么你删掉就可以了 但是 为什么这个三排在呢 那是因为 它还没有来得及更新 你还没有让 N1去更新 这篇文章的 这个参考文献 那么你可以选择 同步 那么它就没有了 好 现在我们还把它撤销回来 好 现在有两条文献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 如果你在这里想插入 多条文献的话 一样可以实现的 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选择插入 这样子的 六篇文献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就选中它 然后进入 我的界面 插入文献 那么它就会同时插入 六篇 三到八篇 可以出现三到八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你觉得 这个你插入的这个文献 格式不够美观 或者说没有达到 你要投稿 期刊的要求 那么你可以在这里 样式里 去选择 其他样式 你可以搜索 比如我们 看一看地理的有什么 有 这样几个 这个参考文献的格式 那么我们选择 地理学报重团 那么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你看文章当中的 这个数字就变成了 数料 那么就可以实现 你非常方便的 文献插入 与管理 你如果觉得 这个格式还不行 你还可以选择 其他的 你可以选择 地理 或者其他的都可以 你都可以 好那它又变成 这个样子 嗯 那还有一点就是 当你 这个 一篇论文 写得很完整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些 题录 保存起来 嗯 这个保存的位置是在 设置 看到吗 设置 这个地方 然后可以 这里有一个 按钮 叫做导出文档中 所有题录 到 N1数据库 你可以点击 啊 这里 nonexpress出现了异常 但是它是可以实现的 嗯 那这里就是我们插入的 八条文献 你可以对比看一下 然后白话 这个 黄德权 陈泉楼 等等 你再可以看一下这个 它就是八条 白话 曹德权 陈泉楼等 它就按顺序给你导入了 也就是说 当你在写一篇毕业论文的时候 那么它有成 成上百篇文献 就是多的可以用二三百篇 那么这样的话 由于你后面进行修改等各种东西会 用起来会很方便 因为你在引用这两百篇的时候 也许你看了一千篇 两千篇 但是 你如果不保存的话 你在那两千篇当中 找到你想要的那么十篇 那么就很困难 所以为了方便 我们还是把它保存一下 这里插入 样式 和同步 还有保存你 word里面 这个word里面 所引用的文献 的几种方法 那么 其他还有什么呢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 你如果是 记得你要引用那篇文章叫什么 你也可以利用检索功能 如果检索一篇叫谁啊 叫做 给选择 我来检索作者 标题 这个可多选 那么他叫谁呢 叫这个 城镇楼 叫做说 好 那我们来检索 好 这里就会出现 城镇楼的文章 由于我这是多个数据库的结果 多个数据库 它检索出来的结果 所以会有三个重复 那么你就可以选择一个 然后选择一个位置 然后插入到里面就可以了 就会出现了 好 在word word论文写作当中 N1的应用 我们就 简单介绍到这里 以后有具体问题 我们可以再具体介绍